台北市木榨区,指南路三段,位在山边上,半个多月以来,这一带的居民几乎没有自来水可用,生活很不方便。 住在指南路三段33项底的一家杂货店,特别从距离100公尺以外的一条小山沟中,用马达抽取沟水,供应附近的居民使用。 这一带的居民在最近的半个月里,就是使用这种山间泉水,也在这小水沟里洗衣服。 台北市自来水厂表示,缺水的原因是政治大学的用水量太大,使现有的水管供应不了足够的用水, 所以自来水厂一方面正在协调正大调节用水的时间,一方面计划在9月份以前,改设大型的水管,彻底的解决指南路三段的缺水问题。 感谢观看